其實可以啦 是有啦 可是他們彼此日本人也很少 很少 很少請人家到家裡做客 不多 真的不多 太遠了 所以如果人家請你到他家裡做客 表示他真的很 給你很高的那個 但我覺得也是走一種 迂迴跟悶騷的路線 我就有遇過就是 跟日本的女性友人喝酒 然後她就已經喝得差不多了 她說 喝不下了 不能再喝了 然後她就說她要回家了 我說 這樣子好 那我先送你回家 那我想說那就 她就是 再約嘛 再約嘛 對不對 那我就送她回家之後 然後我就繼續再到外面喝 結果她又傳簡訊來 她就說我睡不著 然後我說那你需要什麼嗎 她說我想喝運動飲料 然後我就 這樣子喔 然後就再送運動飲料過去 我想喝運動飲料是想 先跟你運動飲料 再喝飲料 因為她想喝運動飲料 但是我拿運動飲料過去之後 她又開了紅酒 等我要跟我一起喝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她在外面表現的是 喝不下 喝不下了 醉了想回家 那她其實那時候在暗示我了 但是我沒有 get的暗示 對 我還以為她真的就是喝醉 要回家休息了 所以日本人的這種 迂迴跟悶燒我覺得是 技術層面上滿高的 只有那個女性而以為 我就不會啊 妳不會啊 說我要續喝 那又一起喝嗎 今天怎麼喝酒 严謹跟三溪人喝過 喝過 因為我們去那邊錄節目嘛 然後就有當第二領導 那我覺得三溪喝酒也是很可怕 因為我們是晚餐的時候 那基本上在內地他們就是 進去就是放涼菜 然後就是先喝三杯 然後才開始吃飯這樣 那他們就是慢慢上菜嘛 然後每敲那個碰那個桌子啊 碰一下就是一杯要喝完 然後你在喝的同時呢 因為只要有領導一站起來 我們全部都要跟著站起來這樣子 就是 整個喝酒就很ㄍㄧㄥ 就是 你站起來為什麼要遮住呢 我們就看不到好看的 為什麼 我有穿褲子 為什麼穿這麼短 然後站起來要遮起來呢 好奇怪喔 這在講一下嗎 好了啦 遮... 遮... 不好說 遮... 所以在那邊就是喝酒就是 杯杯都是乾的 你不能... 不能有...有盛 他們的盛口流就恐怖啊 感情深 一口門 對... 感情鐵 咱喝到未出血 哇... 變這樣了 這麼硬啊 很硬啊 而且就只要領導一站起來的話 你全部人都要跟著站起來 咱們的階級很重要 對 那是以前啦 不過這幾年打奢 可能就沒得這樣喝了 對不對 那問題啊 不同國家喝酒的時候 有些不同的習俗 問一下捷克好不好 好 就是捷克人 就是有一些方面 真的很會想 就是... 剛剛日本同學說 他... 他會就是趕快準備早餐啊 等等 或者就是我媽 他也會就是陪我們喝酒 對 可是媽媽如果想休息了呢 我媽沒關係啊 因為我媽很活潑 然後他已經認識了 就是我一些台灣朋友 他們就是來過我們家玩 對 是不是在這個喝酒碰杯子的時候 有些特別的一些事 好 那就是 如果碰杯的話 就是... 嗯... 你必須看對方的眼神 就是要保持眼神交流 不然就會碎 欸 對 什麼部分會碎 就是... 好... 我就直接說 如果沒有就是看對方的話 就是... 他眼神 呃... 你的性生活就會很不順 性生活會不順 七年 就是七年 七年 這麼久 我這麼久沒有看你眼睛 性生活會碎 對... 這些年 你一定要看我的眼睛 我一定要看傳你眼睛 不然... 七年 就差了 你不要看你的眼睛 我讓你隨七年 納豆... 納豆... 對 納豆... 納豆喝酒 納豆喝酒 所以要看得到眼睛 沒錯 那隨七年欸 不然可能這個朋友就會罵你 對男生乾杯跟對女生乾杯 都一樣的 一定要眼睛 對啊 就是一定要看你的眼神 就是第一 第一 我們要說就是捷克 號稱是 全世界最大的啤酒效非國 所以就是他們最喜歡喝的 就是啤酒 但是我自己不太喜歡喝 我滿喜歡喝的就是葡萄酒 所以我是丟臉的 喔 捷克人就是不要跟我一起喝酒 所以捷克都喝德國啤酒 不會啊 捷克是最有名的 自己捷克的啤酒 對啊 你怎麼吃我們不要德國的 我跟你說 推薦一下 就是在捷克他們生產的就是超過50種啤酒 然後最有名的就是皮爾森啤酒 那個Pilsner 了解 好 對 那 巴西 巴西呢 喝酒 對 巴西就是如果你要喝酒之前啊 借我一下假裝 這個是杯子 SAUD SAUD 一定要先點個SAUD SAUD是什麼 SAUD是什麼 SAUD 不討藥玩是健康 邊喝酒還邊說健康啊 SAUD 這不是很背道而馳 對 要看對方的眼睛嗎 不用 就唸大聲一點 SAUD 要唸大聲 會對到眼 就馬上那個 當下就受不了了 比較不會想不好的先 不會想負面是不是 比較負面的事情 所以我先暗示健康 喝完就不知道了 就先暗示你健康 但是有喝的一半也會說 SAUD 因為他快不行 SAUD SAUD健康 巴西人酒量好不好 我覺得不錯 不錯 我覺得不錯 到時候會講 你看這邊就可能看得出來 這都是你喝剩的空瓶子是不是 好 厲害 不是 這你看酒量多好 平常這個都是擺在家裡 就是擺你家裡旁邊 這可能可以幫你闖邊也可以 了解 像這個也可以 這個晚上很好喝這一種 這是什麼 廟壺來的 那是什麼 那裡面是放什麼酒 對 裡面放什麼酒 你喜歡什麼酒就可以放什麼酒 它是酒壺啦 因為它 對 它是牛的那個 它很好保存 所以你看這些小東西 巴西人人的酒量 就你看多好 像這個好了 這個幾乎會拿到是什麼 騎馬用的 不是開車 是騎馬 騎馬那邊都警察也是騎馬 我們住的地方 放在西裝口袋裡面 有什麼東西啊 對 這個很好 很好把它藏起來 我坐在捷運有一次 有被人家問我這是什麼 我說我的水壺 那個熱水 然後你看這個很可愛 這個寫什麼 後面這一個字 萬金油 不是 老虎萬金油 明星花露水 英文的Gay BING的Gay 這個是給Gay專門用的酒 差別是什麼 你去酒吧的話 你都可以看到它這個粉紅色 這個還是普通的 有的它會加個蝴蝶結 有的它會加個羽毛 就專門給Gay用的 那如果妳覺得妳的朋友 妳也可以送她 嗨 所以送給她是表示 妳覺得她是Gay 還是 如果你懷疑她Gay 或者妳要跟她好玩 那不是Gay的人可以喝嗎 不是Gay的人也可以喝嗎 可以喝啊 妳會喜歡拿這個嗎 如果很Main的 還是不是Gay 然後妳喝了就變Gay呢 粉紅色很OK啊 粉紅色很特別 對啊 就是每一家巴西的那個 不管外面哪裡 一看到它有一點價值就知道 你的在這邊 了解 就很會喝啊 我覺得很會喝 是保加利亞嗎 還是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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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VACA VACA厲害 厲害啊 VACA到底可不可以冷凍喝 可以喝啊 暖的不好喝 熱的不好喝 熱的不好喝 對 不好喝 對嘛 所以VACA是可以放冷凍櫃的 對不對 對 對 雖然我們曾經喝VACA 然後還穿貂皮大衣 然後走進一個那個冰櫃裡面 就是為了喝VACA OK 俄羅斯人就很厲害了 對啊 那你們喝酒有什麼規矩嗎 其實我覺得我們每個節日都離不開酒 不論是婚禮或者生日或者另外一個派對 我們的派對都會有酒 然後你們剛剛說了那個富特家是我們的最有名的酒 然後不一定是每個人會喝 我沒有喝過 那聽說你們的空酒瓶不可以放在桌子上面啊 對 為什麼 第一不好看 第二沒有酒喝 第三我們會覺得就是想偏我們會偏窮 就是 變窮 對 變窮 因為窮所以酒都空的 沒有喝 對 空的 那這個俄羅斯人喝酒之前 那個巴西是要講Savuji Savuji 健康 那俄羅斯人喝酒之前要講什麼祝福的話 喝酒之前 我們一定要說 祝酒池 祝酒池 對 就剛剛講春夏秋冬啊 我以為祝酒族 祝酒池 這麼嚴重 哇 祝酒池是什麼 祝酒池 其實比如說如果我過生日的話 我邀請了所有的朋友們來到我的派對過生日 然後你們每一個人要對我來說一些祝福的話 這樣子 說話才能說 是 對 對